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与权同行》 我是主持人张小婷 先前机态大致引发了他陷案 到现在25户的重灾户 还住在饭店里头回不了家 那么同时整起事件 大家也更关注了 对于都更有更多的疑问甚至疑虑 今天请到住商不动产犯人 许家欣 姜姐来到现场 雅婷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我刚刚提到 这个事件从9月7号开始 然后大家就非常的 也算是震惊 那对于附近如果在盖房子 现在有点恐慌 是 因为其实现在附近都很担心 在这段时间里面 一个是说大直过去 它是一个我们说是 地质相对比较软的区域 那因为它发展得很好 所以大家都忘了这事 先天不良 是 那忘了这个事情之后 结果现在大直案出来了之后 就很多人会很担心说 第一个我可能万一家里头 我可能附近在读根 那我会不会发生 像姬太这个案子一样的状况 一楼避避万 是 所以我们也可以观察到 就是一系列下来的操作 包括了7号那一天 他们就是因为蒋市长就下去勘查了 然后也成立了专案的小组 全部要停工在姬太的部分 是 就是针对姬太部分 有这个停工啦 假扣压啦等等的部分 那因为姬太本身的公司的现金 其实是远超过这个金额的 所以那时候 假扣压它就会被驳回 然后中间其实也有发生就是姬太中校的这一栋大楼 它也顺利出托了 现在据我们侧面得知有一点辛苦啦 一个是说住户对于姬太的所谓的 不管是说诚意的状况 或者是说可能理赔的金额跟未来改建会变成什么样子的形态 其实共识上面可能还需要再去做一些调整 那我们之前也可以看到有一个就是姬太那时候 第一个时间发生的时候 就会有一个类似像是核见异象书这样的部分 对这个一抛出来的时候 大家怎么看 那我们其实在业界上面来看的话 就会觉得说姬太已经把这个区域定毛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在里面有提到就是 旧建物是采取一瓶换一瓶的这个逻辑 那我们自己在产业里面 其实会知道一瓶换一瓶其实很难 为什么呢 因为一瓶换一瓶除了今天这个土地的容积的问题之外 它也会牵涉到你今天区域 比如说你的林路宽 然后你的可能盖起来之后 你会不会影响到隔壁的日照 那这个区域里面有没有限高等等 所以真正到开大门 然后所谓的整个市政府愿意让到极致 大概就是0.9上下 那它甚至 它甚至可以开到一瓶换一瓶 但当时住户看到这个其实还也没有非常的满意 是因为毕竟我觉得这个如果是我我也没有办法 因为不管是说情感上面 或者是说整个就是大家对于市场上面的状况的理解 都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情况 是不是也因为它细节不够清楚 是一个是说这样一项书里面 因为它并没有所谓的公司可以做决策的决策单位来去做担保 然后在条件上面来说的话 坦白说是如果以这个客观条件上面来说的话 现阶段是还不错 比如说一瓶换一瓶加一个车位 然后如果说因为市府可能还会再给一些融机奖励 因为一方面它也符合就是危险老旧 然后如果未来新建立建筑等等都还可以再有融机的奖励 还有就是房租补贴的这一块 那这一块他们现在比较麻烦是说 我今天条件可能已经开到一个市场上面 大家都没有其他建商不愿意接受条件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是今天这个个案如果要改建的话 那就会变成机奖它会是一个直接能够去接触到住户 然后直接改建的业者 是但现在市府也加进来 是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的话就有人帮他算了 那我们这个也也谢谢我们的同业 他们在里面的算法 因为我们外界其实刚刚看到那个合作意向书 那外界其实都会在想 你一瓶换一瓶是权装一瓶换一瓶吗 还是你是这个我们说是室内一瓶换一瓶 那室内一瓶换一瓶的概念 就大概等于你一瓶换到1.35瓶上下 差不多就你公社的部分 他们贴你了 因为现在公社基本上30%以上 甚至有到40% 是所以如果说你今天是30瓶的房子 你还要再换进30瓶的室内的话 那其实就等于大概换到1.3瓶上下的这个概念 那有人帮他算了 就是说如果因为这些公寓的瓶数就是在36瓶上下 然后我们就把它如果说我今天把它换到一个寒阳台的10瓶 因为阳台多数大家 虽然阳台是这个附属建物 可能大家还是会认为就是可以用得到 是你的实际瓶数 是所以会把它接 接受度还蛮高的 那所以如果我这样换下去 我全创上面公社比是35% 我全创上面 可以换到最多55瓶 所以我36瓶的公寓换成55瓶的大楼 那在价格上面我们就可以算得出来 它的这个我们说是增值的价格 如果说我们换的最保守最保守的话 就是36瓶换到换成39瓶 那就那一栋没有什么公寓 好它增值价格就会变成3000多 3000出头 但如果夯不让当换成55瓶的时候 我们用现在大值这边的价格来算的话 它总价7847直接就豪宅等级 是的所以其实你就可以看到 就是说在这种所谓的价格上面来看的话 在增值的这个价格来说 它就等于直接增值了5000多万 那这个可能就会让很多人认为说 好像感觉是一个不错的买卖 但是如果以建商现在 因为它没有承诺到底是全壮品 还是室内品 那如果说我们就用全壮品来算好了 那如果全壮品的话38瓶的公寓 那我们就用0.7跟到1的这个1比1的这个概念回去算 那你回去算的时候你就会发现 这个总价之外我们刚刚其实看到就是将近4000万 如果即便是什么公社都没有的状态之下 你就会发现到最后最多也是5000多 虽然比刚刚7000多少一些些 那你就会发现我至少也增值了几乎是一栋房子的钱了 那这个也会让这些住户其实会现在会陷入一个为难的状况 一个是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其他业者要不要接受 然后第二个是就是随着时间的这个递增 大家一个可能会忘记 然后第二个是说宣民会认为说 你都住大值了 你房子2000多翻成5000多甚至于7000多 那你们不就大风了吗 这个感受一定不好 因为大家如果说设身处地去想 就是我今天住的好好的 我出去外面上班回来家不见了 然后东西也都只能够开放一个很短的时间之内 去收拾细软再出来 然后一边在整理你还担心 是还担心会不会怎么样 所以这个对于他们来说的话 我们会认为可能当初因为没有处理 在情绪这事情上面 他没有处理很细腻 那也必须要说这事太临时了 所以就会变成我们刚刚提到的那种状况 而且等到盖好其实时间蛮长的 我们过去的经验来说的话就算好他现在整个拆掉 然后整个盖好的话 你大概以现在的供期可能会是三年以上到五年 所以他们等于要在外面至少要租到三年以上甚至于更长的时间 那这也是还是最幸运的 对那所以这个部分谁要负担呢 这部分的话 根据现在的意向书是说 双方协调租金的这一块 只是说在协调租金的这个过程里面 大家包括了就是我租金到底要补贴多少 然后你到底要住在哪里 可不可以维持原来的一个生活的状态 那这个都会是住户比较关心的部分 所以到底有没有减呢看起来 我觉得可能彼此都要让一步 虽然这事情是很不开心的事 但是彼此的话可能都必须要在条件上面会有一些协调 因为我们之前高雄有倒过一栋 倒过两年的房子拆掉还没盖起来 所以这个事情是如果说我们讲 比如说蒋市长可能他有再更进一步的规划 或等到市长四年任期结束了之后 那不管他有没有再继续连任 这个都会变成一个他们在沟通过程里面很大的便宜 那我们也可以观察到现在其实很多的台北市民都很担心 就这事会不会发生在我头上 所以住家附近现在如果我在盖房子的 或是拆房子你都很害怕 信任区之前也是盖一盖结果马路陷下去 你以为很严重了 没想到这一次房子陷下去 所以这个事情我们这样看 事实上我们从几个 如果说从这个我们说是土壤液化浅试区 的这个比对上面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有一点奥妙事情是 台北市围绕重建核准的案件数最多的三个区域 其实在浅试区里面还蛮多的 包括像是中山区 因为大指很多人也在内湖 没有大指在中山 然后另外的话像大安区 还有就是士林区 那士林区这些区域上面来说的话 他们都是围绕重建核准的案件比较多 然后这些案件多 然后再加上土地的这个土值上面 也会比较松软 所以有些朋友就在问说 那这些状况 会不会有可能发生类似这样的情况 而且为什么以前没听过 现在这么多 那一个是说 就是说确实我们可能以前比较少 你会听到有这么多的围绕改建 因为政府都在鼓励 然后第二个是围绕改建有一个共同的特色 就是他们基地通常都很小 然后我们以前盖房子的时候 你看我如果基地很大 我是不是就会有机会 可能可以做一些调整 如果我今天这个大的基地 我连去币可能可以强一点 然后因为我基地大 我户数多 我未来销售的总金额高 我就可以找到更好的营造厂商 来操作这一块基地 一环扣一环 所以这个事情会让我们整个 在都更的这个过程里面 或是围绕过程里面 邻居会有一些风险 那有些朋友说 那这样要怎么样看 我们大概会有几个小小的建议 如果说你家附近 或是你要买的房子 你附近如果说有 有这种新建的工地 稍微留意一下 那一个是说 就是这个坦白说都已经有点 对这个已经有点 这都有点严重了 就是说第一个 就是如果你马路旁边的那个 薄油它有捧起来 或者是说陷下去 那这个其实是要担心 然后第二个是说 家里头的地平或墙壁 就你们家地板 家里头地板或是墙壁的部分的话 已经开始有裂缝 那如果说像我们法司这种裂缝 其实还好 它有可能是 我们说是油漆斑驳 所以它会参现法司裂缝 但如果今天这个裂缝 它是从梁柱做出发点 然后越来越大 那个就很危险 还有就是自家的门窗 会不会变得比较不好开 歪斜 又歪了 所以就门可能会没有办法开关 那这个事情通常以现在的规范来说 如果我今天是一个建商 合法合规的建商 我要操作的时候是 我今天要在这个 我盖工地的旁边 我会先评估 评估会不会影响我的邻居 所以合法合规的建商 他会请济师去邻居家拍照 然后拜托这个事情 你一定要开门让人家进去 因为之前就我老家也是这样子 就我弟友是打电话问我说 人家要来开门拍照 这样可以吗 我说你赶快让他开门拍照 而且请他喝饮料 有图有真相 是 那如果可以的话 最好就是 他能够每个角落都可以拍 然后你也跟他拍一点 然后就是大家可以沟通一下 这以后会该成什么样子 你大概会了解一下 那因为如果未来发生了 所谓的零损的时候 那这些照片 它就会是一个理配 或者是要求整个 恢复原状的一个依据 是 不然你用讲的 讲不清啊 是 所以这个 我们也会给大家做一个提醒 那你如果要挑这个建商的话 坦白说要符合这四个不大容易 但是就我们只能够尽量 就是说有一些建商 他会开很多承诺给你 因为我们多数大家对于都更 都没有那么的清楚 所以其实他包括了 就是说他在换的这个 比如说他要换多少给你 然后你们之后怎么样分配楼层 那因为之前也有一些楼 有一些个案是有纠纷 就是他把地主的楼层都分的比较低 然后高楼层他都拿来卖 那有一些地主就不开心 那一或者是说店面 这不是一开始就讲 对 这一开始就要讲好的 那但是有一些建商他就打马虎眼 所以就是这些东西一开始没有讲好 就会不开心 那另外还有比如说店面的分配 店面怎么计算 这些都是你们之前 要必须在跟建商谈都更之前 要稍微留意的 那以公安这件事情来说的话 公安意外的观念是在于就是 这个建商他对于自己的工地 有没有管理 那有一些建商他对于工地 是没有管理的 那他没有管理的时候 就很容易发生意外 比如说像最常发生的就是说 可能有工人不小心掉下来 就丧失生命 那一或者是说他不在意这件事情 就是以至于可能邻居发生 临损 那甚至于比如说你的 自己家的基地发生填坑 类似像这样子的情况 那官司这一块的话 各位其实可以上那个司法院的网站 直接查 你就查建商的董事长的名字 负责人名字 他可能换了公司名字 是那换公司你就查一下 你可以先上这个经济部的公司登记 那查出这个公司 然后查出这个负责人的名字 然后你再用司法院的判决书 去做勾计 那你大概就可以知道说 他们有没有一些 以前诈骗人家的官司啊 等等一类的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服务的过程 那服务的过程来说的话 比较有信誉的这种 所谓都根的建商 或者为老的建商 那他们会做一些中宣 后续的联系跟服务 那比如说我在前期 跟各位把条件的部分先戳好 然后再来后续的话 就是我每到一个情况 就跟各位来去做一些回报 那甚至于有一些个案 他们现在在做全案管理 就是我今天跟你谈了之后 包括了你后续的物业管理等等 用这样子的形态的话 会让住户至少会比较安心一些 所以建商非常的重要 那大家就会想说 我选一些知名的啦 那我们这次也看到 其实机态算是很大很知名的 而且在这一次的受灾户当中 事实上当时原本他们就有谈要读根 只是没有成 是所以以这个事情来说的话 就是确实因为建商真的数量比较多 然后有时候施工品质等等 他确实是会埋下一些变数 那在谈的过程里面的话 这个案子其实很幸运 因为台北市政府有介入 那台北市政府有介入的话 他至少可能会比一般 自己单打独斗的读根户里面 多了一些咨询跟一些调节的管道 你背后有靠山 是所以我们也会期待这个案子 可能可以尽快去做一个了解 大家都可以回到自己的家 我们觉得大概有几个事情 因为第一个的话就是 多数是来自于价值的认知 价值价格上面的认知 所以如果担心的话 你可能可以透过 比如说自己请股价史 或者是专业的评估的单位 来跟你一起去做这个 所谓价值上面的评估 大家对价值上面有一些认定 然后第二个来说的话 现在其实坊间有一些 专门从事都跟业务的 不管是说建商 或者是说专业的人士 比如说地震市 那甚至于有一些 专门在处理这些事情的 事务所等等一类的 那你可以去寻找 绩效很好的 然后也很有口碑的 来为你们的个案来去做个 所谓的我们说是后续的服务 跟前期的观察后续的服务 那最后的话就是可能 还是要认知到一件事情 就是有很多的地主会认为 我出土地最大 建商不可以赚钱 但是因为在施工的过程里面 确实是很需要专业 所以如果说为 愿意为专业支付一些代价 那相信会有更好的结果 对于很多人来说等都更 可能你等了一辈子 你都不一定等得到 那好不容易等到这个机会 当然盖得好 盖得安全最重要 好 今天谢谢佳妮姐 上节目的同时 也谢谢大家收看 今天东西接下来的工商服务时间 请大家跟我们一起看好看吧 原来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汉阳新全校科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科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新全校科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 科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 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鱼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新全校科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科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新全校科菲尔益生菌 低信别 贝尽 低信仲 Wide